第863集 笔记看向霍玉浩 如此之近的距离 他那双翡翠色的眉毛 却是是动人心魄 他希望霍玉浩能够讲出 他和瑞兽之间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瑞兽会为他献祭 能否把他们之间相适的过程 告诉给星斗大森林前的魂兽们 霍玉浩迟疑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痛苦 这些天 他为了让自己保持冷静 一直不愿意给自己思考的功夫 就是怕想起秋儿的死 此时翡翠天鹅问起来 却又不由得他不想 五大凶兽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 无一翡翠天鹅问出的话 也是其他四大凶兽很想知道的 帝皇瑞兽三眼金泥可以说 是整个星斗大森林最高贵的存在了 就连帝天都不会认为 自己比他更加高贵 可他却心甘情愿地为一个人类献祭 这令五大凶兽完全难以理解 深吸口气 或许好难难地道 我和秋儿相识 就是在星斗大森林之中 那一次 我来森林中获取魂缓 池王前辈 你可还记得 那一次 我们与帝皇瑞兽三眼金泥的遭遇吗 池王眼中流流出一丝恍然 你就是那个 让我后来送出魂兽 换去三眼金泥的小子 那次 是陶铁斗罗 跟你一起来的 对吧 霍宇昊点了点头 道 是的 就是那一次 玄老带着我和冬儿 进入到了星斗大森林之中 我们偶遇三眼金泥 他被玄老所亲 我的额头 与他的额头碰触 于是我们之间出现了奇异的变化 在我们彼此的脑海中 多了属于对方的记忆 而我也是那次开始 开启了命运之眼 令我在精神属性方面的能力大增 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 这件事对我最直接的影响 还是实力的提升 虽然在我的脑海中 多了三眼金泥的记忆 可是 他的记忆太单纯了 全都是在大森林之中修炼的过程 没有什么太多变化 我也就没有仔细去查看什么 可是他却不同 他后来告诉我 正是因为那次的接触 让他脑海中有了我的记忆 让他看到了我们人类世界的精彩 然后 他选择化身人形 进入到了我们人类的世界之中 听他这么一说 五大凶兽的脸色 都变得有些难看 尤其是赤王 他有很长时间 都是负责看护瑞兽的 可瑞兽离去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知道 霍远豪继续道 他进入人类世界 按照我的记忆 化身为我内心之中最美丽的身影 然后走入了我的生活之中 他开始从自己和王秋尔第一次见面讲起 再加上他和东尔之间的感情波折 这一次他讲述得十分仔细 因为在不知不觉中 他自己已经完全沉浸在了这份记忆之中 秋尔 冬尔 两道身影不断在他脑海中闪过 所有的记忆都是那么清晰 五大凶兽原本因为大战之后 除了疲倦之外都充满了愤怒 可是在霍远豪讲述的故事之中 他们的情绪都渐渐平复下来 哪怕是最为凶悍的雄军 都渐渐被带入到了霍远豪和王东尔 王秋尔的故事之中 霍远豪讲得很投入 在这一刻他仿佛敞开了心扉 当他讲述到东尔为了自己 在乾坤日月谷中选择自杀 最终沉睡之时 翡翠天鹅 忍不住惊呼出声 仿佛感同身受 当他讲述到自己为了救出秋尔 燃烧精神之海 而最终却为秋尔以献祭方式救回之时 五大凶兽的神情都变得有些呆滞了 五大凶兽之中 哪怕是修为最弱的赤王 也已经在这个世界上 生活了二十六万年之久 他们自然听得出 看得出 霍远豪所讲述的每一句话 都充满了真挚 他的精神力更渲染着 这个凄美的故事 刚知道三眼金尼 竟然为了人类而献祭的时候 五大凶兽几乎都认为是人类 欺骗了他 可此时此刻 他们才明白 其中竟然有着如此复杂的过程 在这其中 有欺骗吗 有的 只是那份浑兽世界 很难理解的人类爱恋 笔迹的眼眸中 流淌出了泪水 赤王则是沉眉沉湿 万妖王似乎有些茫然 而雄军却是一脸的义愤 在那兽神地天眼中 却满是怅然若失 每一个人的反应都不相同 但却都被带入到了这个故事之中 秋儿 秋儿 霍迹豪的嘴唇免得紧紧的 却不断地抽搐 无论怎样 冬儿至少还活着 还有念想 可秋儿却永远地走了 连尸骨都没有留下 一片两个巴掌大的树叶 递到了他面前 树叶上 一网清碧色的生命之水 散发着沉静的淡淡光芒 霍迹豪扭头看时 看到的是同样 泪眼朦胧的笔迹 谢谢 结果生命之水 霍迹豪缓缓眼下 浓郁的生命气息 充盈却深 但却冲不去他心中 那份浓浓的悲伤 地天悠悠一叹 眼神中满是伤感 没想到 瑞瘦竟是因此而亡 笔迹低着头 一脸悲伤之色 雄军哼了一声 人类之间真是复杂 喜欢就抢过来交配好了 万妖王撇了撇嘴 道 你就知道交配 人类的情感 不知道要比你细腻多少倍 雄军胸听一瞪 交配怎么了 交配是天性 老子不交配 怎么传中接待 怎么发展我们星斗大森林 万妖王坑里声 但显然有些得罪不起这家伙 没有再说什么 赤王却是不坑生 和其他四大凶兽比起来 他的地位要低上不少 地天道 瑞瘦已死 不可挽回 你们觉得 他说的关于魂灵的事情怎么样 万妖王道 也有几分可信 至少要学你的例子 但是 如果成为魂灵后 失去神志 那不是跟死亡无疑吗 小家伙 你有多少把握 能够在我们魂兽成为魂灵后 还保持神志 霍宇号道 至少七成以上 雪地当时的情况特殊 他那么庞大的力量爆开 若不是我那来自于 另一个世界的老师 燃烧了自己的神石 或早已经死了 而普通魂兽 和我们人类魂师 进行魂灵融合的话 这种情况自然就不会出现 所以 我有很大的把握 能够成功 他这并非许言 在他身上 可不是雪地一个魂灵 天梦冰残 也同样是魂灵的存在 神志清醒得很 这会儿 正在他的精神之海中 不断地诅咒着 他面前这五大凶兽呢 只不过 天梦哥这会儿 可不敢露面 不然的话 霍雨昊就要有大麻烦了 我觉得可以一事 这次大战回来 有不少族人身受重伤 已经不是治疗所能挽回 只能等待生命流逝 我刚才已经命令我的族人 将他们聚集在一起 集中治疗 但有不少都只能是吊住命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进行魂灵试验的话 他们会很合适 好 那就进行尝试吧 霍雨昊 希望你能成功 霍雨昊擦掉脸上的泪水 微微汗手 他听出在第一天的声音中 那封寒意 也很明白 如果自己失败的话 会有怎样的后果 但这次 无论是对于人类 还是对于浑兽来说 都是绝佳的机会 他的精神力 又已经比以前 提升了太多太多 他有信心 比起前辈 在进行魂灵转化之前 还有麻烦您亲自 去说服那些 参与仪式的魂兽 他们的伤势 都因为我们人类而来 肯定对我们人类 充满了憎恨 而转化魂灵 却是需要双方 绝对的心甘情愿 才能完成 否则 一方稍有不愿 就必定会失败了 您必须要安抚好他们 才有成功的可能 同时 我还有个建议 除了这些参与过 战争受到重创的魂兽之外 能否再找一些 本身生命 就即将走到尽头 也没有参与过 之前战争的魂兽们 魂兽的天性直接 我怕他们无法释怀仇恨 而已经濒临死亡的魂兽 相信情绪会平和得多 既然是实验 我们就必须要考虑到 多种可能 碧姬看向第一天 第一天微微汗手 可以 就按照他说的准备吧 蚩王 你去史雷克那边送信 让他们三天后 带着进行实验的人 来到星斗大森林边缘 雄军撇了撇嘴的 他们敢来吗 霍远号认真地看向他 一切合作 都要建立在双方 都有诚意的基础上 这次的受仇 给双方都带来了无数死伤 如果不能按下这份仇恨 那么一切都将没有未来 第一天冷冷的道 他说的有点道理 你们回去之后 得过我压制住 各自的手下 这件事 关系到我们星斗的未来 谁哪里出了差错 别怪我不客气 虽然我距离第九次 蜕变的时间 只有一万多年 但你们谁认为 现在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话 打可以试试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目光是一直盯视着雄军的 以雄军的强大 竟然有些抬不起头来的味道 在星斗大森林中 论直接的战斗力 除了第一天之外 就属这位暗精孔爪雄之王了 第一天显然是在警告他 不要妄动 万妖王在一旁 瞥了雄军一眼 眼神中分明有几分不屑 战斗力方面 他自问不如雄军 但他却没有将雄军砍在眼里 一个脑子里 都长满了肌肉的家伙 能有多大作为 就算第一天 在蜕变中死去 这星斗大森林 也不会是雄军掌控 对于这一点 万妖王 碧姬 赤王 早就已经有所约定 雄军面对地天的威压 值得低头 不过在他眼底深处 却多少有着几分怨毒闪过 地天转向霍迂号道 你就留在生命之水旁休息吧 你们也各自返回自己的领地去 碧姬 事情抓紧处理好 碧姬答应一声 四大凶手分别离去 地天看了霍迂号一眼 就像全身完全不受历史的漂浮而起 朝着生命之水所化的湖泊中央飞去 令霍迂号惊讶的是 随着接近生命之水中心为止 地天的身影竟然渐渐淡化 直至消失不见 霍迂号盘膝在湖边坐下 从自己的储物昏倒计中取出些食物吃了 脑海中一幅幅画面不断闪过 心绪久久不能平静 这次进入星斗 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离去 但她心中还有牵挂 她现在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前往侯天宗 去看看冬儿 想到冬儿 她的眼神渐渐变得温柔 但内心的念头却越发坚定 她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 如果被一直禁锢在这里 那么与死亡合一 但现在她不能走 她又等到自己完成了魂灵试验 彻底解决史雷克城和星斗大四年之间的矛盾之后再走 那时候 她也能走得毫无牵挂 在回来的路上 她想了许多许多 对自己的未来 她已经制定好计划 霍玉浩很清楚 她带去的亡灵大军学院方面 是肯定有人看到的 那可是十万的亡灵啊 不可能没人注意到 或许再没有人去思考 可等大家都冷静下来呢 堂门的伙伴们会知道是怎么回事 学院也同样会猜到 召唤亡灵 那是属于邪魂师的能力啊 虽然在决定的时候 她义无反顾 但是她也同样明白 召唤出了如此规模的亡灵大军 她拥有第三五魂 亡灵法师 这个能力的秘密 也不可能再隐藏了 她要给史莱克和堂门 再留下一些东西 然后再走 之后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 她要去找冬儿 还要做一件 一直想要做的事情 哪怕是在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 强大的精神力依旧能让她心中计划条理分明 至于如何离开这里 霍玉浩自然也有她自己的算盘 就像她对五大凶兽所说的那样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永恒的利益 在利益足够的前提下 离开并非不可能 盘膝而坐 霍玉浩调动体内魂力 开始恢复自己的消耗 面对五大凶手 再加上先前 在史莱克城上空 被第一天威压震慑 她的精力消耗极大 就连身体都有了一些损伤 只不过 凭借自身强大的生命力 这些损伤 并没有带给她实质性的伤害而已 感谢观看